警方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在房間内的两名男子 一头雾水就被压制在地 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 专靠简讯钓鱼 收到讯息 上面打着自来水公司 乍看之下还以为自己忘记 缴水费按下连结 引导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号 有上百位民众误信损失上千万 警方搜索查扣关键犯案工具 猫池是电话数据机 短短一秒可发送十六封简讯 光是一个半月 诈骗集团传了三百三十七万封 数量相当可观 这两波一共查过了 有十五件二十个嫌犯 那查过的这些证捕 大概有一些信卡 手机电脑 简讯诈骗猖獗 就连广告商也协助诈团 代收验证码 述发布希望在明年一月 推出111防诈简讯 和五大电信业者合作 民众只要认名有111号码 就可以确认简讯是安全的 这也是无法未造的技术 让民众能多一分留意 避开诈团陷阱 三天新闻 台北桑报导 小兴 小兴 小兽 小兽 小兽